你坐着 你坐着 你要不要去录那个打我的人呢 我们要理解状况啊 男子深夜在街头大吼大叫 见警方到场却不见收敛 不断挑衅 男子摆迷不配合甚至标出国骂 一开始好闲乡圈的园警也不忍了 直接将人压制带回排除所 听说有拉扯 这是拉扯啊 他打我 他打我这样子 枪下事件就发生在凤山街头 据了解 贺姓男子是先和朋友去聚餐 凌晨的时候疑似酒后情绪失控 在街上大声咆哮 附近民众以为有人打架 报警处理 那我们线上警力啊 一起赶往现场 那没有发现有纠纷啊 那发现有一名男子啊 行走不稳 那感觉有喝酒的情形 那期前去关心啊 看他是否受当需要就医 那男子啊 就对我们啊 三字经啊 来回应啊 而男子被带回派出所后 身份也跟着曝光 他本身是陆军五六四旅上尉 父亲更是大有来头 是陆军副司令 贺政中将 贺政原本是金防部的指挥官 上个月才刚升官 没想到上尉军官儿子 却依为酒后入警造法办 而陆军八军团则发新闻稿表示 所属的庄家五六四旅贺姓尚未受训休假期间 因为酒后喧闹行为已经遭到法办 全案由检警侦办中 对于他的不当行为将依行程并行的原则来检讨惩罚 意为军狱 贺姓男子酒后大闹 不但自己被一公人侮辱以及防害公务送办 也施了过军的颜面 民事新闻 宋文军 邓山田 高雄时报道